我找搭伴 我说这个吧 就和你们原来不晚 我这个概念和他这个相反 找老伴的什么意思 就这里面有区别 找搭伴可行 搭伴过日子 咱俩就搭伴过日子了 就是睡觉洗衣服做饭 一点关系没有 我关键问题就是我躺着搭带 结婉躺下来 明早不起来 你给我说打个电话 这就完成任务 那还费什么劲啊 直接找个摄像头不就完事了吗 很多老铁留言喜欢小弟的邂逅语 今天咱们来一个小互动 火车上马路 请接下一句 一会我们评论区一见 我们继续 崔大爷 今年85岁 退休金每月4000元 有房 今年85了吧 7岁85 舒服着 我看咱这身体平时还 一丑还挺好的呢 身体还险 所以我每天吧 每天反正要走一万步 都不费事了一次 有就走倒是擅长的 不是就是一万步 那一万步 一万步十六里地呗呗 他们都不劝我 不是 你咋知道 你咋就这么准确能量到一万七八步呢 手机 手机有步 他就那个叫什么 微信运动 微信运动 有那个技步的那个手机 对对对 昨天能能看着走多少步 能啊 这不刚才运动 也就是智能手机 就是说 现在就走到七千了 前天 昨天前天的 前天走了两万多步 两万三千 除了每天雷打不动 一万多步的运动 大爷还时刻紧跟时代的发展 总之你们年轻人懂的 老头我也略懂一二 我最大的优点呢 就在这 我会搞什么手机 那个扫一扫 收付款 他一般都不会这个 对 我一去了 他说 你收付款呢 你别人都不会 像你那么大事 哪有会这玩意的 我说现在吧 要不会这玩意 你就不能生火了 不能跟时代都鬼 我出门坐车都什么 我为啥要学这个呀 要不学这个吧 你旅游你啥都摆车呀 我还就为了这个事 我走 愿意旅游啊 我就一听 对呀 就是这个做河沙 耽误了 我要不做河沙 我早走了 人老梦不老 夕阳更为好 人老心不老 智慧不可少 人老老不老 省啥别省巧 人老身不老 锻炼身体好 靠着一部智能手机 大爷一个人 踏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 大爷说 要不是因为口罩 拴住了脚 这会说不定 在那游山玩水呢 咱们全国这个 所有的省 一省我都给这一首诗 就我还有一本 十几经历 红明诗存 我哥写的 那这个书 是谁给你印的呀 给长村那个 福音社 您是三八年退休中学老师 教啥的呀 教物理的宗教一级 教物理老师 然后写了一本 对呀 你这不是有照片的吗 叫做教物理教化学 中校那个教导主人说 你村户民呢 是个全能教师 我说什么全能教师 除了音乐不教 剩我都教 这个实际是续集 这个是一开始的 这是最最开始的 两本没够 没够记录生活 那我感觉了 应该还能继续 红明诗存 应该还能继续在这 是不是啊 对不对 现在基本上一天一个 没啥事的 就都给这 谁有元树有根 除了游山玩水 斜斜打入师 为了给子孙多留下点念想 大爷在祖谱上 也花了不少心思 还有一个旅游的原因是啥呢 我就还一本 村市中谱 就这个是啥意思呢 我拿为什么去旅游去 旅游是全国调查 我们老崔的 进这儿旅游的家族的 就这么我 这不是还增加点旅游的内容 这不是吗 老祖宗 那个崔是大梁大鼓 一个是清河 一个是波梁 清根问祖嘛 还有一点 他们都也就佩服 我就在这儿呢 家谱里边没有照片 最后我听啥呢 家谱里这边经常 还怕少 我添点照片啥呢 就这么后边添点照片 后来我们的老同学也说 你这是那个创意 创新 没有你这么写家谱 随着年龄的增长 大爷开始未雨绸缪 为自己的晚年 做起了打断 不过这想法 真的是平地一声雷 把小红娘都给惊着了 我现在是什么观念 就是说是 活着 不给儿女添麻烦 死了以后 不给儿女流罗了 我去搭办 我去世了 那老太太怎么办呢 将来我走了以后 老伴的事儿女的经过得负责 那你儿女就儿女负责 他们愿不愿意经过你麻烦呢 后老伴 所以我现在说 不找老伴 不找老伴 就没有那个责 我的关键点 这就是卡在哪里 我死以后 我不管你 就在这里 这好像太 没有原因 不是什么意思 他也得有这个概念 我也得有这个概念 有什么事 与儿女又没关系 我丁价看你的节目 都在这儿的 另外你工资 跟哪管呢 是交给我呀 还是你得意管呢 要有一个人提出 工资谁管 你千万别忘了 我得介绍 我这一辈子 就从哪儿 跟我老伴 开始生活的时候 我的工资 谁都没管过 到现在也是 瞧瞧之架势 这一态 老姐妹 有没有找到 似曾相识的感觉 难不成 这是张子富 张大爷 失散多年的好兄弟吗 如果不介意姓丙 这俩人当时有何事啊 对于未来的经济 大爷态度也很明确 我升天的那天 就是你卷铺 走人的那一天 你儿女志吗 他的工资 宁愿给谁给谁 我的工资 我愿意给谁给谁 那就你的工资 我们俩咱俩的生活 你愿意拿出 我拿出一部分来 你不愿意拿出 那你拉到我拿 那就说是AA制 那能一顿饭一算吗 没有这事 但是我有个承受能力啊 垂流的话 要是两个 负担太重的话 那就得AA制 大爷你是来许愿的吗 可大爷说了 没有少年的夫妻 哪来老来的办 万一哪天病倒了 能接手的只有儿女 虽然大爷找老伴的态度 一般人都难以接受 但是红娘还是找到了 今年77岁 退休金每月3000元 有房子郑大妈 两年前 郑大妈的儿子因病去世 儿媳妇在国外打工 家里只有她和孙子相依为命 相亲前 大妈特意把房子过 过后到了孙子名下 那咋这么早就把房子过 过给孙子干啥呀 这不现在不麻烦吗 就我跟他去就过了 要不七大姑八大姨 闹不闹他 你得给他 没有父亲 咱们家也不像人家有钱 到那就能买房子 老儿子 大孙子 老太太的命根子 人生无常 大肠包小肠 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为了自己走后不给孙子留麻烦 大妈真的是用心良苦 现在我觉得心情也不给他们添负担了 当我儿媳妇说过这话 妈你要找吧 你找 但她欺负你 我绝对不能让 我说你妈谁能欺负你妈 你还不是你妈啥物 完了她说 那也不行 你要能跟她过就过 不能过 我的门成天给你敞 看来大妈也不是来找老伴的 这是要找个扛翻的 了解完大妈的情况后 红娘立马安排了两人的见面 这是崔洪敏 崔老师 我姓崔洪敏 这是郑舒杰 郑姨 你好 你好 欢迎你 好 觉得哪好 说说 她这个年龄 77的年龄 身体合成挺好 另外她还比较成熟 社会经济比较成熟 第一印象怎样 还行 行 在这儿就是 挺有寒意性的 这个阿泰瓦敏生活里 今天来的这个阿泰 临时写这么点 这有的是出去旅游什么的 教室节 然后在家包饺子都能写一首诗 这都是说出去玩的 你看到广东省了 就写一首诗 到海南省了 就好多呢 我也愿意走 我那腿可倾向 抬头就走 抬头就走 对 我抬头就走 假设我今天晚上 现在明天我上班去 明天我吃饭饭 起来就走 两人见面后 对彼此的演员都不错 而且都喜欢旅游 但是 接下来大爷提出的 搭伴过日子 大妈能接受吗 搭伴 搭伴养老新模式 门端互对挨制 下边这个东西 下来我啥年 活着 那些都不 活着不给儿女添麻烦 死后不给儿女留罗拉 就这么四句话 我知道 就各花各的 是那意思吧 那我接受不了 因为啥年 孩子一年一万一学费 我三天多钱 你说我什么时候能感到这 每个月 我孙子花多成了 两千块钱 就给两千块钱 我没有 大爷提出的AA制 大妈表示无法接受 毕竟儿子已经走了 唯一的血缘 就是这个宝贝孙子 AA出去 孙子花傻 但是 对大妈一见钟情的 粹一大脸 接下来对AA制的诠释 简直颠覆了我的概念 你一理解就不错 AA制就是这么理解 你不是怎么叫AA制 但是你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到我这儿就不那么个概念 我这儿就说 就假如咱俩牵手成功了 你的工资 你有一百万 你可以处理 与我没关系 另外就刚才你说了 孙子还可大学二年 当奶奶的 或者当老年的 你必须得关心 必须得关心 你怎么伺候 怎么关心孙子 叫孙子来 你给他多少钱 我都全都不管 如果你孙子 要真是大学毕业 考研究生 我现在可 下学期 占住一万块钱 只要在考上大学 就是占住一万 我孙子考大学 我也给一万 能说出来 就叫人痛快 叫人心得高兴 确实是 人家到头 就是不是那种小气人 我要解决一个问题 大伴就大伴 就咱俩要结合了 你的自由活动 我一点都不管 你干啥都不管 不再欺负你 所以这些人都不用担心 除了不上交公子卡 适合全管 行动自由 孙子考研赞助一万 你的钱与我无关 要是老头能做到 大妈还真不吃亏 对于大爷提出的全新 大妈表示双手赞成 老头挺有素质的 谢谢你承认我 你别的要求不提 咱俩得加个微信 我去我电话号 那你俩就加上微信 你俩自己私下联系 对对 我们就撤出了好不好 然后等到说 真的有好消息的时候 通知欠欠医生 好不好 恭喜两位牵手成功 祝大爷大妈携手 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 小爹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咱们评论区见 接受不了 男人也接受不了 他不适合我 就穿衣打 那些就是 我接受不了 人也本身没毛 就是不适合咱 这次的相亲 比网恋 奔心还要恐怖 大哥一辈子 没找过老婆 第一次相亲 就碰上个 打扮怪异的大姐 吓得大哥 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这次来相亲的是 这53岁的王大哥 怪不得找不到对象 就着打扮 那夜老用铁链 都拾不住你的姻缘 你大哥这件事啊 我就这件事很好嘛 多好 随随便面子 随便面子 但是感觉 不是 咱上去是相亲 感觉这不是 冲刮的吗 还有该成吧 和咋的 不该成吧 你把心摘在兜里都没用 大哥 你这衣服是祖传的吗 咱都快把它纯包浆了 还没舍得扔 你眼看和穿了块抹布似的 长得五迷三道的就算了 穿得还拉里拉他 你不行让夜老学学电气汉吧 要不真找不到对象了 我为啥 那天找对象 我担了些年 找一个 就结婚 我这十二岁就很容易 给我介绍对象 我还不是随意 都能想到我的眼睛 我年轻人二十多 上半身不这样 那天头也挺茂盛 昨天现在就拔顶了 就到四十大了 年轻人挺好意思的 但是一提钱就完了 你想找好的找不着 像我这没结婚 都属于怪事了 我自己都属于 你哪也不结婚呢 大哥平本是硬是 单身了五十多年 眼看现在年纪越来越大 晚上孤独了 还没人说说话 现在就想找个老伴 共度余生 大哥对另一半的要求 也是特别简单 我的想法和别人不一样 干啥我不结婚呢 我现在找一下 不需要票 那晚上见识多了 就是啥呢 我不要去搞 还票了呢 那都是过眼言语了 没用了 现在就找个实用的 你看俩人在过呗 他要先没了 我发送他 我又没了 他 常过一把灰链 我剩骨银河都不用买 写袋一装 经文堂挖 还有可能给树底 我一买就完了 只要是女的会喘气的就行 漂不漂亮无所谓 有人能跟自己就不错了 红娘特地给介绍了52岁的江大姐 这发型刚见面 我还以为师妹大哥呢 实在太时髦了 大姐 你这个发型啊 我自己叫的 自己挺特别呀 就好像没少看到 我都没敢穿好衣服 我就特意简单穿 他告诉我 说你不能打不太羊 因为条件好的嘛 他也不敢要我 所以他看我太严了 我穿的银河都 都敌了毒带素的都可羊气 大姐 咱打扮的可以接地气 但是咱不能接地府啊 那发型像是被人砍了一刀似的 一般人真接受不了 得亏是去相亲 要不大姐能打扮的比着还野 他说我 你不能打扮太野了 我看你男的一看 人家心都怕养不住 别看打扮的这么凶声恶煞 大姐上一段感情 就是因为家暴才离的婚 总续勇总揍我 喝完酒一煮我啥的思维 天天处理玩的 我也整不了 但没办法 最终是选择离婚 我就是家暴 大姐啊 你说这话 我怎么有点不信啊 就你这架势 你家暴别人我信 谁敢家暴你啊 红娘马上安排了俩人见面 刚见面就吓了大哥一跳 接受不了 男人也接受不了 他不适合我 就穿衣打 那些事就是我接受不了 人也本身没毛 就是不适合咱 大哥说的也太委婉了 就大姐这妆办 去眼聊斋都不用化妆 既然来都来了 干脆先聊个五毛钱的吧 大哥上来就表示自己高血压 身体也不太好 我这吧 就是吧 身体不太好 有啥说啥 糖尿病 完了我血压还高 就是这事 我这不能也蛮的 糖尿病挺高的 你看打一趟之后都没打 将近200是高血压 200啥样子的呀 真的老高 按着大管来的 真有那么高吗 没有 我这最高下是90-140 那你这整到200 你啥意思说到200 我这叫咋说呀 咱不能说别的 就是那啥 心里不得劲 人家不能那么出声 大姐打扮得太是毛了 一般人接受不了 感觉两人搭的扣衣 感觉不搭的扣眼珠子 反正我的眼珠子都扣完了 反正我就没有感觉就是 你从脑子到从那发型到穿衣上到脚底下走 不行没感觉 他不是就我想找那样 就是这个意思 咋你 你没看是 你没看好是咋这事 但人家就喜欢穿衣上 那能让他改变吗 他都穿50年了 就画好几十年了能改变 改变不了 大姐为我改变也挺累的 这一年就活出自我了 不论为谁说改变自己 活出自我了 我俩不就是不合适 最后俩人也没有牵手成功 关于这次的相亲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讨论 散会 万一我走上头了 我在农村 我不给你别的 我最低给你一赏地 第一赏地值得钱 现在的价值 是拨卖也卖一万块钱 再加上补贴之 最低值一万五千 老年相亲多好 农村大义相亲成大妈 为服务芳心当场立主 今天的相亲女主角 是65岁的贾大妈 她最大的爱好就是打扮 很舍得在臭美方面花钱 每月两千两百码内的退休间 买上万的雕眼都不眨一下 我这大毛脸 感觉特别贵气 你喜欢冬天穿雕 哪的雕 我看看 四个一个呗 也扇起来了 非常贵 对啊 两万八点 衣柜里还只是九牛一毛 大妈穿衣服一千一件 全年都不带重样 大妈说她可以不吃不喝 但衣服绝对不可以不买 这都啥时候买的感觉好新呢 我这就是三天两天 从来没超过三天 换一件衣服 冬天也是 从来没有睡 一件衣服穿四五天 乡中的东西 显贵 铅子铅子也得满 乡中的 这边穿的人 好像能喝出钱来 吃喝不出来 要是现在牛肉 五六十块钱一斤 舍不得 吃到肚子里啥也看不着 你穿两件衣服 哎呀这衣服挺好看 别看大妈现在溜光水滑的 其实人生非常坎坷 十年前老伴和唯一的儿子 相继去世 让他深受打击 老伴死今年二十年了 他得癌症 干癌 我家那对我好 一些袋 钉扣 我上边远 可累了 服装厂那块 哎呀妈一进屋 这要给你 又五手 又五 翻上家里 一切都不用我 都是他 以前上班一手 骑身车去接我 下雨晴天 都在打伞去送我 人心都是肉上 谁对谁好心都有 一辈都忘不了 人就是命吧 人都是不敢想 孩子都没有 今年也没了 出车祸了 我家还不会喝酒 我能往下一半就去喝酒去了 创到翻斗子车顶了 我那后半夜三年来走 一来电话 一挡了就不行了 大妈孤苦无疑的生活久了 对于未来老伴大妈有个要求 必须来她这生活 当然在大妈家也不能白吃白喝 两千块钱拿出来 那根本不可能的事 我不能搬养你 吃饭也得花钱呢 于是红娘就给介绍了 家在农村的67岁的杨大爷 年收入八到十万 两人发展怎么样 家人们点个赞 咱们接着往下看 这位就是今天的相亲男主角杨大爷 大爷在吃喝上从不亏待自己 经常自己在家刷火锅 别看大爷全身没二俩肉 一个人中六场地都不带船的 六场都得全自己一人 全自己 不饿 大爷老伴卧病在床室 大爷安前马后的薪薪照料 却没能留住他的命 他已经死四年了 骨髓矮 哎呦 那时候可遭罪了 哎呀 这一冻他就疼了 疼得了得 哪儿喊就得那种疼得 专屎多尿吧 喂饭啥的 他想要吃啥就给他做啥 吃汤的 面条的 粥啥的 几天啊 给他洗洗晃背袋 或者这时间长了 那个肉就不要了 就乱了 他只要他他们看我 我也愿死 他就跟这老婆老妻 就睡个伴儿了 哎呀 想老婆 他不行 老伴儿都不行 你这身子紧现在都多不担 大爷伤心了很长时间 但日子还得接得过 身边还得有个伴 碰上那男老婆 他要是还我抽烟我就记他 他抽烟玩啥 都没关系 我都不挑 打麻将啥也都 我这都没关系 跟我生活 我不是控制人是什么的 就是啥呢 他一个心好就行 他有一个善良心 说我们俩大块堆 他拿我当个 是他的亲人 这样就可以 他只疼我 只疑我 看来大爷是立志做的满分男人 烟酒麻将三不斩 假大妈跟着红娘来到后 大爷一看大妈这大底格子 立马唤起了大爷的心理阴影 怕大妈有三高 你身体好啊 对啊 这大体格啊 这大体格啊 能由你俩出去 能由你俩出去 刚进屋大爷就问起大妈的健康状况 知道大妈身体没毛病 大爷马上松了一口气 大妈这边看到实际环境跟想象的不太一样 加上大爷的外在形象 也达不到大妈的要求 心里就产生了弱差 明镇它也有点落后 一般外边整那房装潢的可带进 一屋里边也轻烫瓦身 铺那地转铺也都增亮 今屋也都脱鞋 我们这个屋子里边一瞅的老山火 它如果瞅哪块都脱脱好好 我以前的找可调了 看着咱大妈妥妥的严控晚期患者 喜欢睡哥 大爷一看气氛不对 立马展开幽默公式 幽默风趣的大爷 把大妈逗得合不容嘴 眼看气氛到位了 大妈便主动询问大爷的经济状况 大爷一年持有一千多的养老金 主要靠重地养老 你们老宝贝有多钱呢 老宝贝就弄死你那个事 对啊 一年他一千多钱 一年一千多呀 大哥也不止那老宝贝 现在我们一年就是 要是平均高 也就是一个月后都干不上 都是急性化 旋楼机 这个旋楼机过来就是 那就有了十条笼 一个来回就是二条笼 要是笼长的话 差不多就够一场来地的 那旋楼机 那种都是 大爷说到这些 立马打开了话匣子 但是大妈没在农村生活过 差点停睡过去 因为大妈是城里人 这点让大爷很没自信 没有信心 你个人感觉 人家是城里人 咋是农村 接着两人又聊到子女问题 大爷说就喜欢这个大妈 孤身一人没什么负担 立马发起一波爱的进攻 我挺喜欢你的 我就喜欢你这种性格 再说你这大身体 铁哥也好 你还行 咱俩不打仗 你打仗 打仗你很劲打 反正你要是心疼 你就轻着下个 不心疼你就很劲 其实还挺会说的 大妈觉得刚见面就是我喜欢不靠谱 大爷却相当心急 直接向大妈示爱 甚至当场摆明一场交代身后事 万一我走上头了 我给农村 我不给你别的 我最低给你一场地 给你写下遗书 这一场地你不能用 这一场地值得钱 现在的价值是 我卖也卖一万块钱 再加上补贴 最低值一万五千五千 那也都说到那个份上了 大妈就是铁打低心 也该捂热了 就在两人要畅想未来生活时 却因为干农活 这是产生了分歧 万一咱还活啥 你就大体格了 咱俩抬一段化肥 你保证现在能抬肚 不得让人解释 这地我都干不了 这地这土地活啥 我的意思都不能干 大妈作为温室里快凋谢的花朵 可经受不住风霜 无法接受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我就是温室里的养的胖苦的 这不夏天这么干呆都没吓 你还想弟弟坐着去 不行 这种两人也没谈了 就这么不欢而散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家人们点点关注点点赞 拜拜 你今天非得要要口供 今天肯定不会 就不能给口供 不是要也口供 就是看着人家思想 咋想的 喜悦的事我不做 那你实际行动没有呗 咱这年有啥说啥 你看我还有这个要求 你要每月能给我一千块钱的 我这一千块钱就是以后住院不找你 没成想就是 这头那钱的得定了 这不就是得这个晚期了 癌症晚期 手术两回 他不擅长说 但他实际去做 就多长 你要爱吃的东西 那么困的 那个原先挺困的 那个啥 什么烧鸡 是好吃的 这万家给你买 就是挣了钱了 就拢那会儿 你不管找花都行 你从来不问 你就那个 你那安排 你这话都不说 就是说 大气 为啥我 就是他又得了病了 我付出一切代价 把房子卖了 给他治病了 就是他对我好 我是在外边家里头 就姐和妹妹面前 任何人我是要强 强者 其实内心比谁都软弱 对 以前有一个肩膀 是不是 对 他有那个人 进入屋 哎呀 就在我一上外都溜达 没有疫情的时候 我就溜达溜达 逛公街 看一看 你等了回来一开门 屋里一个人没有 那时你就别提了 那你就自己哭呗 让谁也不知道 我那天 咱俩过十五那天来 就说妈找一个有何事的 找个伴 人只要对你好 不让你生气 这个年龄生不了气了 就是说就想 每天管他啥日 你乐呵的 高兴的 互相的包容 就是这个年龄 人也是这个年龄的人 咱们得对真心去对人家好 别伤心了叔 走这么多年了 他走以后 惦记你了 好长时间的 一走到那块 这场景都出来了 哎呀 过去来说 哎呀 那月二十五 老母亲去世 这老母亲身后13天 他还走了 这么说 他还走了 于是要我这个家庭 减员50%啊 96年12月23号 发病 第一次发病 共产的厂工会主席 和这个 和这个党委书记 到医院干活媳妇去 我就一个小技术员啊 有何德何能 麻烦人家那么大领导 去看我去 明一年又去吃福 这次复发 就是再也没跟我说过话 我们俩就靠表情 什么事看口径 这么对话 有什么事呢 反正 我还能听明白 那个时候呢 卧床呢 能有三四年时间 就是起不来 就卧出了 后来这个一点一点的 反正这个就是 能下地走了 他摆着灯 能搬到门口去 门口台上 跟他坐 走了 等你下班 对 那现在想找到什么类点呢 经厉坎坷一点 最好没房子 没房子 不是就可能 就完全把他排腿跑啊 他吃过苦 他真到一起了 他能珍惜这个事 既然来了 别管结果什么呀 送给你个小礼物 谢谢 不好意思 谢谢啊 你真不好意思啊 叔叔是不是听不清 挺好 这是去年夏天 从皮上带我 谢谢啊 这是什么呀 葬红花 葬红花 好东西 你遮远 谢谢了啊 别客气 这是我的一个玩具 玩具啊 那你现在给下一代 买个玩具 都得上这成百上千 对呀 我说我这也小孩 我也买一个 这玩意 简单说 它就是个车床 车床 你比方说家里边 血感能让我车一个 这能给摩扯一个 车 这些车 现在你得卡上加进套车 这个吧 我说现在犯愁 我整完我也不唱 不然 我上哪玩去 唱歌的 我也没见过 他跟音响有点像 可能他这个笑容 比音响更好 有些细节呢 咱们真走到一起 将来有好多故事 慢慢跟你讲吧 彼此相处啊 我任意愿意讲故事 我这是一段故事 这也是个故事 都是自己经历的故事 都一样 那你现在月薪开多钱 四千多块钱 四千多块钱 四千几啊 不到四千三 够花 就是说 现在现实生活 也现实社会 你就看一生 两个走一起的 你看这生活 怎么难配 如果说咱们到一起 过日 你的钱呢 就算你的零花钱 过日 就靠我的钱 咱俩过日了 你如果说 有什么事 不够了 我还可以 也可以支援点 哥 你看我还有这个要求 你要每月 能给我一千块钱 我这一千块钱 就是以后住院 不着地 因为咱们俩 今天 头一个照面 对 但是我丑化 我的思想 头一个照面呢 你就提出这个问题 我肯定不能接受 如果说 咱们 真都到一起了 有过那么一段了 有一段交往之后呢 所以有这么困难 那咱们实时可以少 我不想把这夫妻关系 变成一种雇佣关系 我明白这老哥 啥意思 他的意思 就和我钱花完不够了 他能支援我点 他就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 哥哥 你今天非得要 要是要口供 今天我肯定不会 就不能给口供 不是要给口供 就是看着人家 就是思想 咋想的 假如我要跟他说 我这是专一 我已经把他 迈进这个腿了 我就终身 就跟他的一个眼 喜悦的事我不做 那你实际行动没有呗 那不好 那不好 那如果说你相中人了 你就因为说 我就要你一个承诺 而把这个缘分 你就这么过去了 多可惜啊 所以说 还不如你俩先接触接触 你看他实际行动 那你要真到那个程度 说那啥都愿意为你 我认为 能吗 老哥 这又不说话了 那是他说的 我没说 有的人吧 他就不说 有的人我在心里头 你们对我很好 炸的 我一定会付出 有的人就表白出来了 这不一样 那现在你们怎么样想呢 给个最终态度吧 你啥态度老哥哥 说 你有啥说啥 我都说一回来 那你相说 接触接触还是 我说人不错 是个好 应该是个属于好的那活的 像我的画画 画分的 像我这样的 背不住画的坏蛋 咱别 那是 你说自己坏的人吗 他背不住心地善良好 能真心对待我 就是要处一处 也别都在这儿靠着了 小孩伤害的 一会儿我 一会儿我 给大家吃 咱们一起吃 留个电话了 对于今天的乡亲 你有什么想法建议 欢迎评论区留言 老铁们 喜欢星空链 给个观众点个赞 下一集继续精彩 咱们回头见 你叫什么 你叫什么 你叫忙 你叫下去 叫他黑 你不一样 三周就出发了 天不亮就出发了 今天来乡亲的大爷 真不一般啊 每天起早贪黑去钓鱼 忙里偷闲来乡亲 天不亮就出发 大爷 你这么喜欢钓鱼 忙成这样 还要来乡什么亲啊 岂不是耽误你钓鱼时间啊 老年乡亲就这么奇葩 今天来乡亲的大妈叫王大妈 六十六岁 离异 经济收入六千元 租房自住 大妈虽然没有退休金 是干个体出身的 租房自住 但收入确实还不错啊 养两台出租车 还有个门市 一年收入随便就十几万啊 真真的隐形妇老太啊 大妈是跟着儿女来演技的 儿女都是开旅店 搞出租车的 儿女往这边发展 大妈也就跟着帮帮忙 一起过来这边住 一生活就快十年了 谈起自己的前段婚姻 真是一言难尽 满腹心酸啊 前夫是个不顾家的 儿子九岁 姑娘才八岁 两个人就离婚了 本来儿女一人一个 但前夫都不要 所有 大妈就把两个孩子都带在自己身边 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生活 那肯定是经过九摩十男的 大妈带着两个孩子 什么生意都做过 什么活都干过 才好不容易把儿女拉扯大 现在儿女们都成家立业了 儿女们都希望大妈找个老伴 一起过后半生自己的生活 她自己随着年龄的增大 也需要找个老伴 互相照应 她的乡亲要求是 互相照应的就是身体 最低第一 身体健康 调研是 我还那么说 工资多点少点 无所谓 年龄应该七十岁左右 不能太多 高了 完了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我也没有不良嗜好 你说大妈这样喝酒 跳舞 我都不会 没有什么嗜好 就是咱就是想 找一个身体好 一个健康的 互相两个人 大地大地家务 完了都不够晚年吧 大妈的乡亲要求很实在 不知今天来乡亲的大爷 是否合适他 今天来乡亲的大爷教肃大爷 六十七岁 汉偶 退休金三千元 有住房 有车 大爷可是个钓鱼米啊 家里有专门的储存室 那不是用来放别的 专门用来放大爷的鱼具的 那鱼具一看就不是普通的塑料货 那都是高档货啊 难怪大爷说就自己那三千多的工资 根本就不够啊 他儿子还会拿十几万给他专门钓鱼 一来是因为大爷有这个爱好 二来也是因为大爷失去了老半太孤单 儿子为了让父亲打发孤单寂寞的时间 以免让老父亲伤心难过 大爷也就尽心尽力地发挥自己的爱好 干脆沉迷于钓鱼 参加各种钓鱼比赛活动 每天就沉浸在钓鱼的乐趣中 当然他的钓鱼还是取得了很大进步 获得了不少荣誉 这也是对他花钱花利的一种回报吧 虽然钓鱼能带来很大的乐趣 但如果能有个伴一起 或许能赔钓 岂不更好 这样他就不是一个人了 他就不会孤单了 他的乡亲要求是 这年龙多也没啥挑的 差不多就行吧 就是我就是怕啥 怕你那刀子 怕刀子 最好被刀子那样就行 就话少点 话少点 别什么事没完没了 谁要找个老伴支持你 应该得 在那个样子 怎么得支持不支持我 就这个爱好 那我应该不找老伴 我得钓鱼 如果老伴不支持钓鱼 那就宁愿钓鱼 而不找老伴 大爷 你还真是对钓鱼痴迷啊 那还相什么情啊 干脆去钓鱼算了 谁能忍受你 每天就沉迷在钓鱼中 而不管别人怎么生活呢 谁还敢找你到老伴了 不知今天来 乡亲的大妈是否合适他 在红娘的介绍下 大妈来与大爷见面 大妈来到大爷家 两人刚见面 大妈对大爷印象还可以 印象还是 大爷对大妈说没感觉 大爷聊到自己的基本情况 自己退休在家没事 退休金也只三千多块钱 没事就出去钓鱼 不喝酒 只抽烟 几句就把自己 简单交代清楚了 一副很不想谈太多的意思 说完就找到一边去了 大爷想理解一下 大爷的生活细节 还打开大爷的冰箱视察 发现大爷的冰箱 基本上没什么东西 见微知著 大妈看了冰箱 就知道大爷不会照顾自己 他那一看他冰箱 我觉得这个人 才不得要做饭 信息不信 会不会照顾自己的生活 他可不会照顾自己 大爷不否认 自己每天起早贪黑 忙于钓鱼 根本就没有时间 在家里做饭吃 而且因为钓鱼 还花了不少钱 每年都要花七 八万钓鱼 而且大爷什么话 都离不开钓鱼 大妈听了心里就不爽了 但是两个钓鱼 不吃饭 一天那么贵活 那我多孤单了 好吗 而大爷什么都可以耽误 就不能耽误钓鱼 这听了真让人心塞啊 大爷 你还要找什么老伴 就去钓你的鱼得了 何必还来相信呢 岂不是耽误了 你的钓鱼时间啊 后面谈到大妈来 言及的事 还扯出了 以前大妈还看到过大爷 因为大妈帮女儿看店 大爷也陪老伴摆摊 也真是缘分啊 居然还是路人员啊 说到生活习惯 大爷是难得做一次饭 一日三餐 也不一定按时按点吃 主要是钓鱼也没时间 大妈可就不一样啊 按时按点一日三餐 都必须到位 两个人也确实 过不到一块去 最后大妈不能接受 大爷整体就知道钓鱼 你看他成天出去钓鱼 我感到说 你看老了有个伴 陪我一天天 暂时还不好 这你洗澡走 就往上回来了 你看再要紧 你这也不办 也得去钓鱼去 这样现在到现在 他后面是你根本管不了 你也主人还不得管不了 大爷也觉得大妈不合适 那都没什么 我看这早上都年轻 都五十一事 都长得比你都漂亮 尽管两人有路人员 也只能限于路人员 所有两人相亲失败 你们觉得呢 这期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 这早上胖胖瘦一句 但是面相太土了 太土了 瘸腿大意相亲 剪破了大妈 见面就说对方太土 还嫌弃没有保险钱 来相亲的老灯 叫回清华 没有意外的话 弟弟应该叫回北大 别看74岁的高龄了 每个月还能挣个3000多 除了女人最大的爱好 就是搞钱 三不搞两不搞了 把腰都给搞坏了 画得腰疼啊 就要不画呀 就没事了 不画就没事 一画就腰疼 这女人就画画了 你画画了 在哪画画了 在这儿 在这儿我看看 来 这我 这腿脚是画的呀 画的就 平时腿没啥问题吧 没问题 那腿啥都没有 泪蛤蟆取青蛙 长得丑 玩得还挺画 画画都能给腿画绝了 大爷你练的是判官夺命笔吗 有灵感了就照大腿来一下 这些都是大哥的作品 这不是温度化 这我画 这都是你画的 玩亏玩闹亏闹 咱们不拿手艺开玩笑 大爷画的是真不错 那马画的有胳膊有腿的 这么有艺术细菌的大呀 想找个什么样的老伴呢 先看顺眼就行 那挑不挑长相啥的呀 能不能看着顺眼就行 就做饭 这大爷还挺明是李 都这么大的年龄了 也不怎么挑了 只要是个女的活的就行 家住不远的李大妈完美复合 大妈放龄六十四 比老灯小了整整十岁 每月还能挣个两千块 不仅有爱心还是个会生活的一把好手 而且也不介意大爷腿脚不方便 就是走道有点慢 就腿脚不大好 你觉得咋样 行不行不行 带你见一见 行 见一见 慢慢慢慢 他妈他 不干活不 只要是对方还能呼吸 大妈就不嫌弃 勤俭持家 人见人夸 大爷要是娶了他 做梦都能笑醒 你感觉俩人搭吗 点个赞 咱们一起看看 能碰出什么样的火花 哎 来了 哎 好 进来吧 进来给你们介绍介绍 是回清华大哥 李书华大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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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着大哥第一演员咋样 我见他瞅他的面 这啥的还挺好 了解人 他这腿脚你不介意不 腿脚他是有毛 你说我你都说了 但是我是不介意 先可以接受他 个手好 这都胖瘦一些 但是面相 太土了 太土了 没见你的时候 对长相没啥要求 见了面比后宫学美食还多 大爷你还挺双标 也别说土不土的 还是演员没到位 要是长得漂亮 放个屁都是香的 这些全部出自大哥之手 包括你看 画得还挺好 你对于是觉得 大哥画画得还行 那他爱好这个 咱们不反对这个 不反对这个 从进门开始 大妈就挺相中大爷的 虽然是自己不懂画画 但是那一强花里胡哨的东西 看着就挺厉害 能整成那样说明 大爷也不简单 除了画画 大爷还收藏了许多东西 还搞点收藏 这些成品 都是大哥收藏的 这些值多少钱 这收藏 那和大嘴没文化 一句卧槽行天下 这么小的一个罐子 都能吃八万 那我用的大一壶 岂不是价值连城了 你说起搞收藏 我跟你说啊 大哥 咱大姐也算是搞收藏了 因为他家里边 所有的东西 用的家里边能用的 桌子呀 锅碗瓢盆呀 床啊 柜子呀 全是他捡来的 他们两个都看着我家的 无人的东西 家里所有 合适的我就要 不合适我就不要 家里边都租了椅子 我今天打这些工 小米捡破烂 挺好的事好 谢谢你 你还别说 大爷挺会说话 捡破烂怎么了 捡破烂也是靠自己动手 风衣足使 不比那些张口 就要钱的强多了吗 谁还是不做 老十八九 正经 我问你的工资做多少吗 我工资我退休了 退休工作 三件三 三件三呢 这个咱俩的生活方式 得怎么难配啊 你难配吧 那到时候要 要两个 这咱俩有缘 要在一起过是吧 你自己开去 我赶回你开去 我不管钱 以后俩人真诚了 大爷把工资全交给女方管理 这点还是让大妈挺开心的 本以为俩人今天有戏 谁知道大妈一句话 直接让大爷转变了太多 没有工作 我没有工作 我是能存的 能存我是有地 有一个能存的一百块钱的老爸 多了没有 没有老爸 没有老爸 你介意大姐没有退休吗 对 过日子就是 钱才很重要 他没有工资 生活没钱不行 就靠我的三 三件多少钱不行 都跟我儿子 跟我胡一好说话 但是我不要钱都给他也行 如果把我的钱给他 这钱我一分钱都不用 这好看呢 一听大妈没有退休间 大爷立马不乐意了 我感觉还是演员没到位 到位的话 哪还管退不退休间呢 哪怕是分逼不正 大爷也心甘情愿 一顿彩虹屁先拍上 先给个甜枣 再给个巴掌 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说话不带得罪人的 我分析他是啥呢 我都没有接受没有老婆 他的意思 你的话你这一月 能挣到一千块钱 有一千块钱也中 都方面横横在一起 都在一起 就不合适 不合适就拉倒 嗯 对 我祝福你最深好 俩人都不错 就是大爷没看上 你对今天的乡亲 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讨论 长按点赞支持一波 天天带你看有趣的乡亲 普世大爷农村见 就问大妈要不要 胖点的好 女人胖点的不都是 这个家旺吗 眼前这个大叔 就是今天的男主角 王熙良 王叔是个能干的农村人 一人一狗的生活 过得有辞有味 哦不 不止一狗 还有一堆农村代表 小姑子我那么是到底 这个啊就是鱼塘 啊这块是鱼塘啊 我这个啊 这不是天天打兵养吗 现在就有啊 有 好肥啊 你快看 这看来就是 所谓的田园生活了 有鱼有狗 去乡下可不能小瞧 这些大叔大姨啊 一个小破院 都能隐藏玄机 一年随便忙活忙活 都能养活自己 而且生活也有了乐趣 这一切在王叔 也是要看风势的 你该换房了 几十年前 原配因病去世 后面有了二婚 但生活可不是那么好过的 我以前挣钱 我全教他 家这种的钱 啥钱都教我 他就是玩心眼 那你就谁也输不了 给我挣着 哇 就这么的 就不种 多心眼 那么我们俩就这么的拉倒了 既然有了心眼 两人的心 自然合不到一起呢 抽到断水水更流 留不住的人 那就随他去吧 新的感情 王叔的要求很简单 那就是务实 能上农村来的 说明他这个也是心情 心态 就比这个 不是那种虚无性 这可让小红同志想到 之前上过节目的 刘贵英阿姨 刘姨一心只想 回农村生活 是方是远 瞧一瞧不就行了 我高兴今天迎迎你 然后 就就就胖上了 你好大爷 你好 第一眼 丑是挺好 就是能实实 会不会跟咱过日子 就比啥都强 哟 王叔这回答给满分啊 爱好农村生活的阿姨 看到农村小院 却被惊呆 到底是啥原因呢 确实是有点熟 这个就是要防着 实在是 瞅着那个什么 他这个院比上一个院 瞅着 大力多的 他就是不故意整 这是被小约劝退了吗 王叔表示在等等 我用真心感话你 穿那边脑 盖脚 盖脚 行 这个过几年了 哎呀 我这个过丁三年了 你看大小 我就是走几年了 那个 头一个 那时候我公共八岁 就走 就说一个 说一个 这个呢 跟我俩过了九年 过了九年呢 我这就 那时候没有钱 什么吧 过得可好 是说没有 钱了 就开始飞行眼了 就说要分钱 说是那个 一年挣四万 你得给我两万 刘阿姨一听 不行 这听着有点离谱 看着王叔老是 刘阿姨决定再给他个机会 好好说哈 王叔 谁还能说 今儿个我换一个别换 你有多大资本呢 你有多大能力啊 严重的都要落叶归根 那还有啥 刘阿姨想到之前的经历 也是她的事实 跟丈夫过日子 可最后还是真心错付 王叔无意间晚为一举 让刘阿姨决定继续了解 就是你要是走我前边去的 就是那钱就是带你走 就是说你要先走的 那我就什么都 那都不是的 就那家 那就是你 一来就提这么敏感的事情 很多大爷都接受不了啊 这不是在咒我死吗 还好王叔可不是这样的人 为了让刘姨邓相信 立刻打电话给姑娘 让姑娘给她证明意哈 小泰一表 刘姨对王叔的印象 蹭蹭蹭的网上涨 老年相亲成后 敬一个月不了半句 但哼 难道是心形诈骗吗 当然不是了 原来是刘姨的小儿子 出意外了 刘姨无心恋爱 王叔可不会轻易 让这段姻缘黄了 必须亲自去看看 到这过年 人家休息 要把姨记到你家 去过个年去 是不是 那走的先上去医院 我也去看看医院 行 你的想好就求婚那天 怎么怎么怎么做了 你看我哪都有 来那你跟我说说吧 你打算咋求婚 那你不是得整一个 那个玫瑰花吗 我还唱啥呢 整几句 一只就行了 行 然后呢 我是那个唱 我唱那个 全是我改的词 吴胡 老年相亲 仪式感也要有 王叔思想很前卑啊 那刘姨会不会跟他 回家过年呢 挺好 这是我老妹妹这是 老妹儿 你好 我这医院恼惚着 你这不也要过年了 有这么点意识 接回家过年 别休息休息 天晚上那个 你就多费点心了 没事了 我再做一件事 你多费点心 家里人的见面 以及对两人的感情支持 留意妥妥的 就跟着王叔回去过年了 王叔这不把妹技巧 各位学会了吗 喜欢妈中 身强力壮 希望她是一个猛男 这个大姐不一般 相亲对象要猛男 得亏红娘能力强 立马匹配春歌来 大家好 我叫李春 今年53岁 下班工人 大概一个一个 三十千的收入吧 可能还过一年多就退休了 啥情况啊 咱也不知道节目组怎么安排的 这儒雅的长相分明是个老帅哥嘛 那么今天来的这个春歌 又能否满足大姐的需求呢 咱还是齐励看唱本 边走边瞧 去年呢 太从深圳回来 反正现在 哎呀 钱多嘛 有钱多的国法 钱少啊 有钱少的国法 自己心态嘛 尤其是区域平稳啊 哎呀 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像找个老板 咱春歌伤害 陈福喜十年 在深圳打拼赚了不少钱 于心说心态开始平稳 估计是相风没有看准 倘若再回到二十年前 说不定福布斯榜上有名 因为我的来的话体验是很好的 他们那时候年轻的恐怕 缺乏锻炼嘛 所以说跟我没法比 虽然现在我五十三岁了哈 但是我的精神状态的话就是 十三 差不多年轻十岁吧 虽说咱春歌年过半百 但他业余爱好很多 特别喜欢摄影和爬山 曾经也是深圳摄影协会的 喜欢运动就是好 因为喜欢运动 连群一下的嘛 体力就很好 像现在一般爬山的话 我去给别走的话 一般的山的话 都爬两天都没问题的 走下来 但是其他人都比不过我 俗话说的好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南外三春歌强调自己的身体好 耐力强 原来是因为大姐的要求太可可 我想知道现在的 你跟二十多岁的时候的 你择偶的要求还是一样的 我感觉我的心态 就跟二十几岁的时候的 心态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没什么改变 当然说我 因为我是个很爱美的人 所以我希望我的对象 也是一个比较美一点的 对就像你这么干净 对呀 我还好 真装起来吧 你洗干净了 对另一半的身体 还有一些要求 对他的身体 要像小伙子一样帅 要像小伙子一样身体好 对 喜欢那种身强力壮 希望他是一个猛男 大姐啊 尽管你颜值比较高 可他想法有点飘啊 咱们怎么来考察他 咱们来知道他是不是 咱们心目当中这样的一个 有担当有责任有爱心 然后呢身体又好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猛男 对要有耐心还要有耐力 这个要求一点都不过分 这说的不就是咱春哥吗 一般你算的话 都拍两天都没问题的 走下来 这是芝麻掉进真眼里 太巧了 大姐听红娘说 有合适的男嘉宾 就在前面等他 可谓是哑巴撅着黄金 心里说不出的欢欢 得了 赶紧去艳艳咱春哥吧 嗨 嗨 哈喽 来 这是我们今天旅嘉宾 新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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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嘉宾印象不错 他等于说比较符合了情 那个男嘉宾他喜欢拍照 我也喜欢拍照 所以他那个爱好我觉得还比较合我的心意 哎呀那个头发比我还黑那个让我那种三十多岁的人情和一堪 这头发是有很多白 对啊对啊 我比他还白 你大哥 这个永保青春的奥秘是什么 也没有 这是该吃吃该睡就睡 听说我一个星期要打 至少打两次嘛 一毛球 你到那个年龄呢 还保持能够高强度的运动 哎 哎呀那看来确实 身体应该还是很不错 这两人见面后对彼此的感觉都很不错 大哥喜欢大姐的年轻漂亮 大姐也喜欢春哥猛男的模样 为了证明春哥的身体素质 是否符合江大姐的要求 红娘提议 让大哥背着大姐去约会的地方 这可把江大姐给乐坏了